Vivostar 弹幕高清超清720p高清480p标清270p倍速0.5乘以1.0乘以1.25乘以1.5乘以2.0X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战报国安6-3和下夺大成冠军所9代码比埃拉2求50% 75100VDF00274.0播放模式Chronos分辨率1920乘以1.080视频宽高848乘以480音量百分之50视频协议 Hedpish NPDE3BD28F78F025E157A8C645D03B0VSMTCDSCOM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 麻烦本号3.4.372018年7月21日1501-57播放流水AE8C261050AE66F58E291FC4C9CAP4D67020E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 看完整版战报国安6-3和下都办成冠军所9代码比埃拉2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X 腾讯体育8月2日逊荣超第15轮的最后两场比赛 国安6-3打胜华下恒大各场3-0击败泰达 2.场比赛贡献了12球 将本轮的锦球数提升至37例 这是顶级联赛历史上单轮锦球数最多的一次 超越了上赛季第18轮的36球 创造了新的历史 9球 国安华下造赛季单场进球新高本赛季的首轮比赛 上岗主场8-0大胜生斑马大连 单场8个进球的数字 让未来者很难超越这个数字 第三轮 上岗各场5-2逆转负力 单场比赛打入7球 但离记录还有一球之差 第七轮则上演了两场进球大战 鲁能4-2复利 亚太5-2贵州 单场进球数分别为6例和7例 第八轮 国安主场4-3击败了贵州 单场进球数达到了7例 间歇齐回来后 中超的比赛都是波澜不惊 除了横道和上岗上演进球大战外 其余球队都没有进入火力全开的模式 但板成了收关战 国安和华下的比赛 则让上岗保持的本赛季单场进球的记录被改写 上半场比赛 国安就和华下战成了3-2的比分 半场攻入5球并不稀奇 在下半场比赛 两队并没有收缩防守 而是继续全力进攻 当时中国捕食阶段将比赛锁定在6-30 本赛季的单场进球记录诞生 9球 上赛季深花8-1大胜辽足的比赛 曾打入9球 中超随着大排外援的增多 进球数也不断提升 8轮37球 第15轮中超该线历史 第15轮的首个比赛日 除了苏宁客场1-0小圣界夜来 其余5场比赛都上演了金球大战 副班长贵州在客场4-3险胜重庆 单场比赛贡献了7球 富丽4-1人和上岗4-1全界 这两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5球 此外鲁能3-1里转身花 亚太3-0几败大连 单场分别打入了4球和3球 首个比赛日的6场比赛 总共封限了25球 场均进球数超过4亿 当然6场25球想破纪录并不容易 然而国奥和华夏的火力全开 单场分线9球 迅速将这一轮的总进球数 提升到34力 而恒大也在赌试阶段 由高拉特打入一球 以3-0的比分完胜太达 次日的两场比赛 都出现了5-10进球 让第15轮的总进球数达到了37力 但3-7的首轮比赛 8场比赛曾经轰入33球 也创造了顶级联赛首轮的进球记录 但随后的是三轮较量 33这个数字一直未能被超越 不过半成的收官站 终于将33这个数字踩在脚下 而且还打破了顶级联赛 单轮的进球数记录 上赛季的第18轮 8场比赛轰入了36球 包括了贵州4-3滑下 负力6-2延边 而且那一次除了检验一到一拳间之外 每场比赛至少打入三球 如果这一次不是苏宁仅仅一笔零击败剑业 恐怕这一次的数字更为恐怖 扎护米费安扁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